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沙人士 1932年 许光达被派往苏联进行学习 他先后在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革命之时 经过五年的学习 许光达终于修成而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0年6月 受命组建庄甲兵 任庄甲兵司令员 曾先后兼任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连长 1955年9月 备受与大将军衔 萧静光1903年1月4日到1989年3月29日 物产阶级革命奖 军事奖 湖南长沙人 1921年春 萧静光前往苏联 入墨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1922年一度转到苏联红军学校学习军事 1927年 萧静光再次奉派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历任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国防部副部长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为人民海军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陈庚 1903到1961年 人名陈树康 1903年2月27日 生于湖南乡乡 1924年2月 前往广州进入军奖武学校 1924年5月 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 1926年9月 被党中央派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攻 做和群众武装暴动经验 1927年2月 从苏联回到上海 1955年9月27日 授予大将军衔 同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 1955年9月29日 任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叶剑英 1897年4月28日到1986年10月22日 人民叶宜伟 自苍白 广东省媒线人 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 1928年东 叶剑英赴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学习 1931年下半年回国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并获一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 聂荣正1899年12月29日到1992年5月14日 自幅贫 四川江金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1922年 聂荣真转赴比利时就读 于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 1924年10月 聂荣真奉命静莫斯克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后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 1955年 聂荣真备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和一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 刘伯成1892年12月4日到1986年10月7日 原名刘敏昭 曾用名刘伯坚 重庆市开州人 二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7年底奉派赴苏联学习军事 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 后转入福隆之军事学院 1955年9月 备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莫一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 朱德1886年1976 自预计 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解放军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 1922年 朱德进入奥古斯特大学学习 1925年 朱德又从德国转到苏联 先后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哲学和苏军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军事 1955年9月 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并接受一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